HELLO,我是小豆夫,What's up? 今天來到高雄最大的一個貨櫃廠之一 那今天呢,就是示範跟大家去挑櫃、買櫃、選櫃囉 GO! 我們待會要去看一下它的外觀跟內部的部分 那今年呢,大家都知道其實所有原物料漲價 所以所有貨櫃呢,比往年啦 大概就是兩三年前已經漲了大概快要兩倍了 也就是,如果是買三萬的話變六萬 五萬變十萬,一百萬變兩百萬 價錢呢,就是有關於你挑的櫃子 比如說這個,比較良好面的跟上面的粗糙面的 包含就是它有上漆跟沒上漆的部分 每一個都是錢的一個黃口 應該感覺到這裡有點像拍電影的場景了吧,沒錯 就是拍一些痞子英雄啊什麼的 高雄很多貨櫃的一個碼頭 都是長的差不多這樣子 我可以看到剛剛他幫我們先夾了一些 我挑的櫃子下來 那其實我也不曉得我要挑什麼樣的櫃子 因為都在上面嘛,我看我走不上去 那讓它挑下來呢,其實我覺得有點麻煩 我覺得麻煩到它們,不是麻煩到我 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整個過程可能要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我又不滿意,它會掉上去 其實他們是真的滿樂意把它夾下來 因為,畢竟其實就是 買了東西可能要三、四十萬、四、五十萬 一百萬都有的 所以自己的東西要先挑好 因為之後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利用 儘管分布吧,他們都滿樂意的 至少我現在接觸是這樣子 如果你挑選的過程 跟我不太一樣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幫你公幹它 幫你讚美它 這是我們的郭經理 協助我們挑櫃的事情 這是比較原裝沒有改過的地方 然後一體成型式的規格 那偶爾會有一些補起來的 就是因為它秀掉 必須把它割掉 然後再拿一塊補上去 那這整個廠商包裝就是說 我們漏水的部分 出廠之前一定會解決掉 那地板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滿平滑的 那我拿回去的時候 才會再做一些二十的加工的方式 這裡就是改好的一個冷氣孔 這邊有一個箱子 我們看一下 它是 二十安培 所以一個電燈啊 插座就不夠實用 甚至加裝一台冷氣的話 也是滿剛好的 這邊有開三個窗戶 是滿好實用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大人出去 再來就是你自己設計圖 還有它剛剛外觀的表面 那你要求另外加什麼材質啊 或是外面彩繪 Hello Kitty啊 這個都是另外的費用 那部分廠商他們都是有辦法 一台我幫你協助完成的 所以呢 走 我們試看看喔 我們看完所有的貨櫃了 然後目前就是 現在辦公室等一下 拿出一個表單 所有的價錢啊 所有要做一個細項的部分 包含你自己所要設計的東西 給他們構想 他們會給一個詳細一個價目標 那我相信它應該會讓我滿意 不然的話我就 也不怎麼樣 剛剛呢 拿到的名片還有我們單子 那單子的內容 其實就是我們挑的貨櫃 再加上自己要的一個設計的感覺 那這次我挑的東西是比較完完整整 沒有什麼的東西的 那一個貨櫃呢 照目前的市價來講 我告訴你 其實現在貨櫃 因為我四年前買一顆貨櫃二十尺的 堪用的大概四萬五左右 那現在 市價就是漲了兩倍 然後這次讓你自己挑了一個過程 所以差不多你抓 剛剛講多少 變九萬 如果要好一點當然十三萬 十四萬 十五萬 做一些設計的東西 都是加得上去的 然後 最後 公司都會給你一張 請款單 在現場 你會感受到一股很強烈的壓力 就是 你要的金額 比如說十萬塊好了 然後他要你一次就付出來 那大致上我都會使用說 我考慮一下 我想一下 這邊我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跟大家講 就是你要跟他講 尺寸 然後還有他這個 堪用的程度 然後不漏水 還有交貨的一個 騎乘 你跟他講就是 完成就是要三十個工作天 然後就是要交到你手上 不然有時候你錢 繳完之後 你的東西沒來是一個很麻煩 包含就是說 我確定已經到碼頭 我點到貨之後 這時候我才付完所有的尾款 這個都是你很合理的要求 可以去做的部分 如果 如果我沒有補充到一個說明 或是你特別想要了解的話 請在下面 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所知道的 我自己親身跑的東西的話 我就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就這樣 不要訂閱 掰掰